唉,3月18號 我感覺今天應該也不用吃藥了 那個藥說的是如果喝酒同時服用的話,效果會加劇 看我這個紅臉 酒喝多了之後,估計昨天的這種藥物餘量就足以致催眠了吧 現在已經想睡覺了 現在是晚上十點,十點五時,二十二點五時 嗯,唉,說點啥呢? 今天一天我一點書都沒看 一點畫也沒畫 一點啥也沒看 哦,有,有有有 早上和老婆談了一下前幾天生氣的事兒 兩個人進行了一下激烈的討論 我哭了個稀里哗啦,她哭了個稀里哗啦 然後,喝好了,都好了,又恢复到以前了 唉,那為什麼呢? 都是我,都是她 想法也都是這想法 為什麼要去生氣 去冷戰 去哭得稀里哗啦 然後又恢復不到平常 然後又恢復不到平常 不理解啊,人類 今天和那個長州的一個大哥過來出差 一起喝酒 然後青島這邊有個兄弟一塊兒 我們三個人 一晚上 無緣無故,又喝了很多 說為什麼呢? 唉,我也不理解 這個兄弟,我跟他說 他喝酒了,端著 他還不高興 你說我為什麼呢? 唉呀 就三個人喝酒 為什麼還要說實話呢? 說我是不是傻 哼,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傻 我應該是傻 但我覺得我還不是那麼傻 但我就是想 先給別人 講一點我的想法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我 十年了已經 我跟別人說都是我想 我想先把心掏給別人 看別人 看別人是不是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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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這十幾年啊 別人是傷害我還是 保護我 我為什麼要先把心掏給別人 啊 忽然就四十了 嗯 但是我覺得我以後還是會 先把心掏給別人 為什麼那麼相信別人 不知道啊 可能是我對 人本身就不信任 所以說希望別人信任我 我也看不懂 我是個愚昧的人 我只是想記錄我的一切 我只想記錄我的一切 你